父亲节的这一天 凤林镇长林建平在竞选政见中 一再强调要照顾独具长者的送餐服务 在共餐厨房成立之后 地处偏远区域的森荣里 透过了长桥长青会的协助 今天开始免费送餐的服务 让没有设立健康站区域的长者 也能够享受到凤林镇公所 共餐服务的福利政策 凤林镇公所共餐厨房 在今年5月1号成立之后 主要提供镇内10个健康站的 餐食烹饪服务 而森荣里是目前凤林镇 唯一没有成立健康站的地区 为了加强服务独具长者 以及年长者的照顾 今天开始免费提供 森荣里长者的送餐服务 目前的健康站 每周是两天 但是我们森荣里 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 因为森荣里在我们的林田山 第一个 所有的现在的防射的一个问题 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森荣里 我们林田山这个林业他没落之后 我们现存的居民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所以说在我们的健康站里面 有关所有的主办人以及志工的方面 我们可能就不在欠缺 小孩不在身边的 我们透过我们长桥长青会同时段的 我们来按照实际的需求 我们来送餐进去我们的森荣里 这段时间经过了各方的讨论 那我们县里长也跟实际的状况 报到我们所里来之后 我们今天正式的来为我们森荣里的所有的独居老人 以及年长者来送餐 我们有很多身体不方便的老人家 他们在家里面 他们也想来健康站享受我们妇女的福利政策 但是因为身体的不便 所以说他们在家里 那我们也经过里长的提报 以及离开市的核定之后 我们将身体不便的长者的便当 我们也送到了各个里上 镇长林建平也指出健康站每个星期 有两天共餐服务 让许多行动不便的年长者 也希望能够到健康站 一起享用共餐服务 碍于行动不便 政公所演列车登记 直接将共餐的餐盒送到家 减轻了许多凤林郑年长者的中餐问题 记者凌桀 凤林郑 蔡宝博导 谢谢 照顾好 这重要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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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